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门主罩 那门就是大门 主就是主人房 罩就是我们厨房里的油罩 好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看这间房子的大门 好 这个就是大门 那大门在风水里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大门是一间房子的主要码器口 那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这个大门的大小 一间大的房子要配大的门 小的房子要配小的门 所以门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要大小十座门 那第二呢 是我们要看门的形状 这个是长方形 那长方形当然是最理想的 不过有时候我们在外国会开到一些半圆形的门 就是金形的门 其实在风水里呢 金形的门是不理想的 一般我们比如在庙里 还是监狱才会看得到 那第三呢 是它的材质 好 那首选肯定是以木为主 因为一 木可以隔音 二 它可以防火 那更重要的是 木质的可以聚台聚气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主人房 那主人房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一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花在睡房 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主人房我们要看什么呢 第一点 我们要看它的大小 那睡房呢 或者主人房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要它是非常的适中 然后让我们可以睡得很舒服 就有好点拥抱的感觉 那第二我们要看呢 就是它的形状 房间的形状 那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是正方形的 正方形是足土 在风水里是足土 所以它是足稳定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要非常的稳定 那如果是长方形的话 也是还好的 那这间房子就非常的理想 因为它是正方形再长一点点 所以是倾向于长方形的一个形状 那最后呢 高低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睡觉的时候 睡房的天花板太低 有一倍压着的感觉 当然也不可以太高 如果超过十几层 超过十四层的高度之后 它已经不理想了 就是很容易卸去 那这间房间的大小 形状 跟高低 都是非常理想的 好 我们来到这间房子第三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厨房 那尤其是炉灶 在厨房里 或者炉灶 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 那第一呢 我们要看这个炉灶 跟这个水盆的高度是一样高 那第二呢 是这个炉灶 跟这个水盆之间的距离 要有一定的距离 那最少都要有三层 那最好是五层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个距离是五层 所以是非常理想的 当然 炉灶是要被保护的 所以它的背后要靠石墙 千万不可以窗口 那也不可以衡量压住它 那前面 炉灶的前面 就不可以有这个厨房门 怕有任何的门冲 或者有任何的墙角切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厨房的格局 在风水来说是非常的理想了 好 我们的洋宅山药到这边 已经进入了尾身 这里是T.T.Jaya Park Residency Chiraz 我是陈慧有师傅 我们下次见